當然一看到 請你作為台灣會看全世界 欽流感的疫情在全世界監獄 可以說是優秀以來最嚴重的 做成功能跟功能 相關的產品在介紹都起很多 上次正經我們介紹的時間 到記者 葉姨姨 姨姨請問 好 現在這個年要到 大人是煩惱不及 小孩是開心過年 不知道觀眾朋友 最近有去超商買賣的 有這個超商的貸貸人 已經由10元起到13元 甚至是20元 最近全球的欽流感是冠狗 這兩隻雞是大隻 所以這個消極人有大危機 十幾年以來 到12月初 這個世界東部組織就統計 這雞金已經損失了一千六百十萬隻 比起去年是貫出獎金出銷 這雞肉是全球主要的事物 剛才兩位加金比這樣反駛 就影響到三平的獎金 但剛才也讓這個通貨碰到的問題 是越來越嚴重 這本的欽流感 是可以說是 這兩千五十四年 還有兩千五十五年以來 最嚴重的一次 我們來看看其他國家的狀況 這個美國跟美國的兩家 今年已經去超過一倍了 如果英國呢 英國的這個價錢 價值得大氣超過百分之二十五 那如果是這個法國 去過去兩年的這個當天 也損失了四百萬隻的鴨 還有這個馬來西亞 這個馬來西亞也重新鴨鴨 因為治療價值得大氣 讓當地的農民 這樣三流也來減少了 這個欽流感 不是影響到兩鴨 也影響到百鴨 因為這個鴨也要欠 其實這個替代消費的豬肉 輸給會大大來證明 不過這個米西亞還在這個問題 加拿大還有美國 政府的價值是來親館 這個肉的價值在裡面 有可能都不會來六港 尤其雞肉還有地牌的價值 他還會起價到每年的九百年 那接下來來看我們台灣 台灣市場 目前每天是需要台幼一千九百萬隻 到兩千萬隻要軟 不過呢 目前是欠兩百萬到三百萬隻 尤其台灣這個H5N1的 高官 八萬性的欽流感 已經是宜蘭 高雄 台南加基 這都遭到重部了 有鴨 有鴨 也有鵝 都通通都無 不然是台灣 因為這個全球的欽流感 這個美國 英國 還有日本 都有大規模含時的欽流感的狀況 要讓這個兩鴨是沒辦法來淨口 這時候可以靠這個老鴨湯嗎 什麼叫做老鴨放牌呢 簡單來說就是 就是這個三鴨效率比較差的 這個老鴨湯 不太冷 將近兩禮拜 來刺激這個雞體來 剔激素的分別 這樣做法可以讓治療更適合 不過這個幾個月 老鴨湯可以先提供這個高效率 繼續來生能 必出這個三鴨 雖然做法不是太好了 不過這是控制新聞的非常手段 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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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已經是全球性的問題了 老鴨湯說這次 禮拜的第四鴨湯是比起過期 有比較高的團念性 一直到明年三月份 這都是欽流感 已經緊張的時期了 以上就是今天要討論的事情 我們要討論的時間 已經等一會了 立刻下載禁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